是因为它的那个那个基因有什么不同 最主要的话呢 属于这个大多数黑的呢 还很多 它的社会经济地位比较低一些 那另外的话呢 在生活方式方面 它可能也有一些 其实也有很多问题 族群里头独特的一些生活方式 对的 所以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美国现在 那个异性之间的传播很快 那尽管说还没有到 同性那个同性链传播那么多 但是已经是上升速度很快了 所以在黑链传播不仅有异性传播 而且在男的同性链传播也很多 所以的话呢 就造了一个问题 尽管黑人只占美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三左右 但他的IS病的 那个整个的感染率 大概在百分之五十左右 这个说起来啊 就是说到这个 我们通常说这个黑人 就是现在通常我们说这个 非洲裔的美国人在 在美国这边 IS病的发病率相对来说比较高 那么比如还有其他的一些病 有时候研究发现某些族群 可能是因为基因的原因 某些族群的某些其他的病 发病率也很高 那么刚才我们这个节目一开始 第一篇报道 谈到这个IS病的这个情况的时候 实际上现在这个整个全球的 IS病的这个疫情 最严重的地方 实际上还是非洲 也就是说非洲裔的人口 IS病的这种发病率 这种情况是非常的严重 那从全球这个角度来讲 为什么和美国和华盛顿 这个非洲裔的人群 IS病毒携带者或者病人多 有没有联系 真会有一点联系 但是的话呢 这种如果说基因上的联系 比较少一点 同样说当你都是黑人 是不是很自然就联想到 是不是他们基因构成会有不同 迄今为止的研究表明 能够对IS病 或者说对那个 那个IS病毒 那个防止它感染的基因呢 很少 那当然我们发现个别基因呢 它是在白人里面出现过 但是比例非常小 所以更多的话呢 是因为它的社会经济水平 那比如说社会贫困程度 然后的话呢 它的生活方式 比如它没有有效的预防措施 所以的话 这往往就导致 它就说教育水平比较低 它的生活方式的话呢 比较危险一些 比如说它没有有效的 使用一些防止措施 所以目前在非洲 它最主要的传播途径 还是异性之间的传播 那这跟在华东顿这边 传播的话 这个途径是类似的 所以的话主要是因为 缺乏有效的防御措施 刚才你谈到就是 我们两次都谈到 这个艾滋病毒 在这个异性 这种性活动当中的 这样的传播 同时呢 最近呢 在这个国际艾滋病防治领域呢 比较关注 男男同性恋之间 这样的这个艾滋病毒的 这样的一个传播 说到这儿呢 我们又注意到 在不久前 华盛顿特区 又是华盛顿特区 通过了法律 批准同性之间 可以这个结婚 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法律 或这样的一个政策 对于这个艾滋病防治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政策就是 华盛顿特区 不是第一个州 批准这样一个 可以允许同性恋之间 结婚的这样的 这个法律 加州 康州 那以前都是通过 类似的法律 那很难一下子 就评价出这个 就这个法律 会对这个艾滋病的 预防和治疗 产生多大的影响 可能是正面的 也可能是负面的 那正面的话呢 因为就是说呢 如果就是说 合法化了之后 你有固定的性伴侣 所以你就不会到外面去 就是说滥交 所以就从某种程度来说 这些是好事情 从艾滋病防治角度来说 那也很难说 那这个我们现在 最近我自己也做了一个 一个研究 跟他研究合作 所以正是因为 你这种信赖关系 所以大家就是盲目的乐观 因为看我跟他是一个 同伴的关系 我们俩正在一起 所以彼此比较相信 但是往往这种相信的话呢 会造成一种错觉 一种安全上的错觉 他以为对方就是 肯定是非常安全的 跟他在一起 一次的很安全 事实上的话呢 比如说对方不诚实啊 或者说通过什么 他自己也没意思 他已经感染上来 而且你在 长期的孤立办理之间 你没有这种 预防措施在里面的话呢 这种感染的可能性 还更大 关于艾滋病毒的 这个传播的方式 刚才我们谈的 主要是在这个美国 特别是华盛顿特区 这种情况 在节目的稍后呢 我们也会 请您谈一下 目前中国 艾滋病 疫情的一些情况 好的 这是美国之音 通过微信电视和短播 以及英特网 现场直播的 保健原地节目 我们今天的专家话题是 艾滋病的防治 与疫苗的研发 现场的专家 是美国 乔治生大学 医学中心的 刘成龙博士 我们在节目当中 会接听 观众和听众的电话 欢迎拨打 美国之音的 免费直播电话 向专家提出问题 美国之音 837-5161 在中国大陆的一些地方呢 您可能要先拨打 108-710 听到录音提示以后 再拨打 866-837-5161 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 除了通过短播和卫星电视 接收美国之音的节目以外 您也可以登陆 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用现场视频 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并且浏览 其他最新的报道 和影像资料 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您正在收看的是 美国之音的保健原地节目 刘成东博士 接着刚才的话题 艾滋病毒的传播方式 我们再讨论 在中国的传播方式 中国的艾滋病感染的情况 跟美国有点差别 从1985年 第一例艾滋病被爆了 在北京爆了之后的话 我们发现 就是在国内的一些特定的人群里面 有些小规模的爆发 最早的话是在 就是说 静脉注射药品的那些病院里面 大概是1989年左右 之后的话 大概在1994年 因为在书学上 有很多接受那个卖学的人 因为他们就说 因为有那种特殊的措施 那就是说 在这个人群里面爆发过一次 那现在的倾向的话呢 大家就比较担心的话呢 就是因为 性传播 越来越广泛 所以的话呢 大家有点担心 这个通过性传播 这些艾滋病都会扩大到普通人群里面 嗯 说到这儿 就是说这个 艾滋病毒的这种传播的途径 也就是说 人与人之间相互感染 艾滋病毒的途径 刚才你谈到了书学 谈到了性活动 那是不是说 可以这样说 主要是体业的 这样的之间的 这样的相互交叉感染 对的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 跟其他的一些传染病呢 还是有点差别 就有些数对能呼吸道传染病啊 比如我们说的SARS啊 嗯 那个病的话呢 还有那个结合病呢 他们的传播途径 主要是通过呼吸道来传播的 是 艾滋病毒呢 有点像 在传染病里面 有点像那个乙肝 饼肝 饼肝 这两种病毒 嗯 那它主要是通过体液传播 嗯 嗯 那么 艾滋病啊 所谓的就是 我们常说这个英文叫HIV AIDS 我们也常说 艾滋病毒携带者 和艾滋病患者 这两者之间有区别没有 嗯 这两种别在事实上是有区别的 嗯 我们通常说HIV 是指说这种病毒 嗯 那AIDS的话呢 是因为这种病毒所导致的疾病 嗯 所以的话呢 就说这个 这个 艾滋病的话呢 我们简单的艾滋病的话 通常是指 艾滋病毒感染之后 嗯 通过大概八到十年的潜伏期 平均 嗯 然后才能发展到艾滋病 这样的水平 那这是在治疗 就是说没有有效的射疗之前 嗯 那目前的话呢 就是由于很多药的 都已经进入了市场 那医生可以用不同的药物来进行治疗 嗯 所以这个这个从艾滋病毒感染到发展到艾滋病这个阶段时间越来越长 嗯 那就它比例越来越越越小 嗯 嗯 那么所谓的艾滋病 嗯 实际上刚才我们谈到是一种病毒 从理论上讲 和其他的很多疾病相比 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都是一种病毒造成的一种人体上的 比如说带来的这种影响 带来一种缺陷 那为什么艾滋病会 自从这种病毒被发现以后 在全球范围内 那在很多地方 包括在中国 都成为一种 就是说一谈到艾滋病 好像就是对艾滋病的这种病啊 有一种患病的人有一种歧视 或者把艾滋病这种